大家好,我是Chryup的王,欢迎收看Chryup的频道 OK, so 老实说,这个BioPersona的这一集我们说了很久 我也认为非常重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去在讲堂的时候,人家会听到打瞌睡 不好意思大家,可能我的声音不够美妙 或者不够深,不够高,不够低 所以你们觉得可能听到睡觉 但是我担保你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advanced的tools 这个只有我们的高级,然后帮我们的高级的顾客 都一定会做这个东西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如果你做久了 你做长久的ecommerce 其实这个就是最基础你该做的东西 如果你,这就基本上你起步子Foundation没有做好的话 对,你也可以成功 但是你成功的机会可能是靠Luck 这个呢,你如果做好呢 你的后续啊,你要做什么东西啊,都简单很多 因为它就是你垫成功起步的低级 所以我希望,既然很多人觉得这个不重要 所以从这边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呢 我个人认为很多人都看不出这个的重点 所以如果你们是看得出的话 我觉得你们成功效率也是很高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花多点心思跟想法去开阔一下 到底什么叫BioPersona 没有一样还是那句话 这个Marketing是没有对没有错的 这全部是纯属我个人的意见 还有我们的经验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适合的话可以继续听下去 OK,所以来我们讲一下 什么叫BioPersona 为什么我们讲BioPersona很重要 我们还没有踏入这一步里面呢 我是希望你们大家都会先了解一个东西 记得你们是吃不完整个市场的 一个一个市场 基本上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 是Supply and Demand的世界包 OK,所以那个市场极大 已经是设定好了 如果你是玩Supply and Demand的game的话 市场已经订好了的 你只要想办法怎样去抢你的Market share 但是你要永远记得 你是不可能吃到玩100%的 除非你是自己的品牌 你自己做自己的Pizza出来 OK 而且你也不要太贪心 不想要去做完全部最大那一块 因为如果你要做到最大那一块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是Volume game包 OK,打一个比方 你看 你要吃很多 你要卖到多 第一个 73千Sales 但是你的利润是20cent 你的那个销售价是20cent 但是如果你卖到2块4勒 你的销售量是差不多4500 你卖到8块多勒 你销售量大概是1000多 你卖到百多块勒 你销售量是差不多少过100 OK 所以基本上是看你自己要做哪一个市场 你去fulfill你的那个市场的需求 不要贪心 你不可能吃到完整个市场 但是每一个价位你吃一点一点一点 也是OK的 但是怎样吃这一点一点一点呢 你就要知道那一点一点一点的顾客群 到底需求 到底想要什么 这就是buyer persona 你就是要知道你的顾客群 他们的需求 就是他们的needs 他们的motivation 就是他们什么东西可以推动他跟你买的 还有他的痛点 pain point 你要这些东西你要知道的话 你就是要做research 你就要去做参考 到底这些人每次做每一个动作 为什么会这样做 到底这东西可以帮到他什么东西 可以解决到他什么问题 OK 所以为什么这很重要 如果你身为厂家的呢 你就知道你要生产怎样的东西给这样的顾客 如果你是做trading的呢 你就知道你要找怎样的东西给这样的顾客 而且这个除了你找到生产过程 你找这个product呢 你如果已经知道你想要对谁的话 你是不是比较容易做你的marketing strategy 你的策略 你一懂了你怎样做你的策略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的search 你都已经知道ok 我要做这种策略的时候呢 我的顾客群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 你也懂要去哪一种广场去推广 哪个区域去推 这样可以省下你很多很多的广告费 所以为什么buyer persona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讲到这样多 怎样做一个buyer persona 第一点你一定要做research 你一定要收集资料 知道你的顾客群到底是他们喜欢什么 他们是借于什么岁数的 他们喜欢买 他们是那种比较省钱要买便宜的 还是他们是勇于试新的产品的 还是他们是比较健康型的 要比较可以帮到身体的 他们都不介意出多一点钱的 如果你收集完这些资料过后呢 你就要把他们持续重组 就是你要重组是看一下 这些人有什么类似一样的想法 或者他们的构结是怎样一模一样 哪一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你一直把他们写下来 画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他们一个profile 你就可以讲OK 我们的整个顾客群里面呢 我分析到我有四种顾客群 一种是比较tech savvy的 就是可能年轻一代啊 他们做什么东西啊 都要用最新的科技术 或者有一些是比较健康型的 他们买什么东西啊 都一定要分析的好啊 卡路利低的啊 够有给他们可以减肥的啊 这些东西啊 够用直到你分裂好他们呢 你就要利用好好利用这Persona 你要开始找或者生产 这样的产品给这样的顾客群 OK 但是你会跟我讲 我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e-commerce 怎么做buyer persona呢 你那种啊 要得到资料啊 我们怎样做 OK 我这边就特地做一个e-commerce版本给你们 其实也是可以做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东西 你要知道你的顾客群 是怎样找你的产品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那么精准 但是你要大概大概先知道 你的顾客群想要找怎样的东西先 OK 他们的search keyword大概是什么 做好这个呢 下一个东西 你要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块 他们的household income ratio多少 到底是他们是要低端的中端还是高端 做好这个产品啊 价钱可能 你一定要知道他们喜欢怎样的照片 怎样的照片可以吸引到你要的顾客群 OK 所以你做好这东西呢 你就可以开始决定 他们是属于年轻派 还是比较要省钱派 还是他们比较注重于那个健康派 还有很多派的 你自己要去分析好了 OK 如果你们有来我们的线下 我们是有做hands on 教你们怎样做的 OK 所以你做好这个 这个template做好好了 过后呢 你要怎样利用这些bio persona 我要永远提醒你们啊 就像一个product life cycle 一个bio persona也是会改变的 你好像打比方现在年轻一代 之前去年的时候 大家都是讲着区块链 大家都是讲blockchain 那个cryptocurrency 但是现在你看it是讲 都是讲check gpt AI machine learning 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知道 你一直要改变的 不要永远以为做一次persona 改色就不用做了 你的persona会改的 时不时都会改的 所以你的persona有什么改 你就要重新改过你的marketing plan 然后现在如果你 你还是一样是做以前的marketing strategy 你肯定fail了 然后你看现在我们的marketing 已经有check gpt有AI 我接下来也是一定要开始改一改我的内容 要教你们怎样用check gpt 来卖 用ecommerce上面怎样卖 我会开始做这种内容给你们了 这样子你们才可以有收获 你们才可以upgrade自己 过后你已经有了 这些buypersona 全部东西有什么更改 你也比较容易分类你的产品 打比方如果你是做it的 你卖it的产品 这种it的人 他们不只要买手机的吗 他们有一些 因为他们很容易尝试新的东西 可能面包机有什么high tech的东西 有那种好像你懂啊 现在那个做蛋 也是一种机器你导弹下去 它可以做一个蛋卷出来 你可以进入这种产品来推销给这种客户 因为你的整个店的branding 就是跟着你的persona一起走啊 但是有一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 就是你做到这样辛苦 你的persona做到这样辛苦 记得要跟你的你的团队分享 因为不然的话打比方你现在想要 target IT的人 但是你的marketing全部人的planning 全部是做IT的 但你没有跟你的purchaser讲 你的purchaser以为你是要 买这种camping item 他就硬硬只是买camping item 他们不知道你要找 那种high tech的camping item 他只帮你找普通的camping item 这样子就浪费了你 你购物的钱咯 你都知道你想要target high tech的人 你要进了camping的东西也是比较high tech的 这样你赚的钱跟你卖的 几率就高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bypersona可以用的好处 OK last but not least 我要提醒你们 这个东西bypersona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你可以更加了解你自己的顾客群 当你了解你的顾客群呢 你就很简单的知道怎样排你的货 要进怎样什么类似的货 过有了这些东西呢 你也知道你的顾客群 会用什么词来找你 他们时常用了什么SEO 你可以弄到更好SEO last but not least 你可以省下很多广告钱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顾客群 喜欢什么东西 你做什么广告啊 什么marketing strategy啊 都会很精准 也会简单很多 OK so 今天我们的video到这边为止 我希望你们可以真正可以去 我希望你们真的可以去慢慢了解 不明白啊 可以留在comment 我们大家互相comment 来看一下你们怎样更加进步 也希望你们不会因为这个bibbs 而感觉到要睡觉 OK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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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